这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 锁定的日子 锁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 我们在其中 要高兴欢喜 这是耶和华 锁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 要高兴欢喜 这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 锁定的日子 今天早上 快乐的喜乐 因为我们相邀在主里的爱你 就是我们在家里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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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爱你 我叫你爱你 就单单地唱他说主 我只想你 放下一切 来到你面前 来了 我叫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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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兰欣 刘哲沛 我们夫妇是从洛杉矶来 这是第四次来到这个营会 心里充满的感谢 所以 刚刚 莉莉姐说 她从天上领受的意向是 突破 我刚刚在想 这真的是 就是break through 好像这个break through的信息 不是给那一位 祷告的勇士 不只是给这个 莉莉姐 好像就是要我break through 要先说你要break through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break through 我想这是第一次 我活到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 我们第一次是两个人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要来传讲信息 后来do devotion 三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这个要不要说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 但是第一次是一起在这边做领袖 我们以前平常的领袖是分开的 ok 我刚刚这个 诗歌敬拜 grace的一个师母 来我们的时候 我就在想 怎么会这么巧 因为在今年 今年的我有机会参与一些的 就是一些的营会的时候 那么 其中有两首主题的诗歌 我非常非常喜欢 一首是一生一世 刚刚grace又把那个 一生一世又抓出来 然后再来又唱 奇异的恩典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 这两首诗歌呢 都是我今年 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心里面 被touch很多次的诗歌 我在想就是说 怎么那么巧 西安跟东安都是一样的 神的灵都是一样的 ok 同感一灵 同盟建造 同享祝福 ok 这就是 不是 Break through ok 所以我想我们这三天 我们分三个角度 我们来挑战我们自己 其实信息不只是给大家 其实也是神给我们自己的 那我想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会从天上来的祝福 来让我们生命有突破 那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 祝福是从天上来的 但是对我们生命可以有很大突破的祝福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我们明天呢 我们明天呢 要从外面来的祝福 外面有些时候人给我们的一些批评 建言 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突破 我们明天要从外面来的来跟我们 对我们自己有一些挑战 第三天呢 我们要从里面内心来的祝福 ok 从里面来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 从里面来看别人 对我们生命有没有一些突破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天上来的祝福 所以今天的突破第一堂 我们来讲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 哇 这个也是跟去年的主题是相通 去年的主题是什么 还有人记得吗 我来考试一下 去年的主题是什么 美梦 如果答对应该有讲 美梦 开成真 ok 很对的 相对的 很接近的 life vision 人生意象 连续有好几堂 我去年听这个信息的时候 也是很满足 也是觉得很豐富 那我想第一堂会有一点点link在一起 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是充满了喜乐 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祝福 这个是生命当中需要突破的 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这一点 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蒙受很多的祝福 好 来我们把经文 好 那 我今天的这个 灵修的这个 信息呢 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大部分人都很熟 所以我稍微highlight一下之后 然后我们来分享 路加福音是谁写的 路加 那他一开场的时候就很精彩 他一开场的时候就是很精彩 就把这个福音讲明的很清楚 预备 那么预备的这个信息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路加福音一开场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就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那么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预告施洗约翰会诞生 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 我们不知道好像是开前岛车是这样的 那么预备道路的 那所以施洗约翰呢 会来 那么耶稣也会来 但是施洗约翰从哪里来 施洗约翰呢 就是他父母亲是谁 噢 他父亲是祭司 是撒加利亚是有名的祭司 是非常棒的祭司 一定的 那么他的母亲是什么 伊丽莎伯 OK 伊丽莎伯 伊丽莎伯 那么他的父母亲呢 我不叫他几岁 大概至少也许八十几岁 至少七十几岁 年纪老迈 对不对 年纪老迈 那他们是在这个 供祭司的职份 在圣殿里头 担任祭司 那么担任祭司呢 就按着那个班次 有那个固定的这个班次 来担任祭司 那么圣经呢 一开始是怎么讲 怎么描述这一位老 老夫老妻 他们应该是我们许多的榜样 我在想 那在教会里头 或甚至在营会 在很多场合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年长 我看那个 我们的温教授夫妇 是fit into这个 可以当我们的榜样 可以当我们的榜样 不能再生了 不能再生了 这个很难讲 如果生了呢 不会生了 我是老妖间才会生 好 我想他大概应该已经七八十岁了 那么圣经里面讲是说 撒加利亚 按着班次 在上帝的面前 供祭司的职份 在烧香的时候 然后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上帝的使者 那么这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十一节说 有主的使者 站在香坛的右边 向他显现 那么撒加利亚看见 就惊慌害怕 天使长就对他说 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 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必欢喜快乐 你必欢喜快乐 他们两个是个义人 他们两个是个义人 那么以利沙伯是亚伦的后裔 他们两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 没有可以指责的 是blendless 等于是perfect 只是他们没有孩子 他们没有孩子 这是他们一生当中的什么 遗憾 对不对 所有都有了 OK 那么在上帝的面前 眼里面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宿 神的子民 我想这个是唯一的遗憾 就是他们没有孩子 那在这个时候 在公职的时候 谁向他显现了 从天上来的天使向他显现 就在圣殿 是最内院 最深处的时刻 最内院 我想那个地方是encounting 上帝的时刻 那么天使长跟他讲说 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儿子 儿子 那你听了主他会怎么样 他年纪老迈 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说 上帝说 上帝的使者说 你的祷告已经 我已经听见了 你想到八十几岁 他没有小孩已经七八十岁了 对不对 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在等小孩 三十几岁有没有在等 还没有来 四十几岁有没有小孩子 有没有祷告 有 会不会祷告 五十几岁还祷告吗 你想他们会祷告几年 我教授你 这个大概只有六十岁 对不对 再一个孩子 六十岁还祷告吗 七十岁还祷告吗 不祷告 然后我们不要说 因为他是个艺人 他是个祭司 他是个牧者 他一直祷告 每一天 每时每刻 我在想他可能有祷告 可能有些时候已经心灰印了 有些时候可能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 大概是没有 偶尔可能会幻想 跟梦想 可能有一个梦想 可能有一个幻想 偶尔 in any way 上帝的祝福就这样来临了 就是预言 预言 这样是宣告 这个是祝福要临到的 所以呢 那 撒加利亚怎么回应 撒加利亚怎么说 哇太棒了 是这样子吗 是下一个月还是明年 还是多快 你懂意思吗 他会不会欢喜快乐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情 我在想 我每一年都要想说 一定要欢喜快乐 不管情况如何 突破或不突破 一定要欢喜快乐 好 你想撒加利亚反应怎么样 来看这个经文 好不好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 好 这样子一个回应是什么样的回应 哈 不信 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 How shall I know this How shall I know this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说 How can I be sure of this 我怎么可以确定 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 好 那么撒加利亚基本上是不太相信 那同样一件事情 发生在另外一个场景 这个你们都很熟了 是谁的妈妈要怀孕了 耶稣的妈妈要怀孕了 耶稣的妈妈要怀孕了 玛利亚 对不对 玛利亚的情况 跟撒加利亚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撒加利亚是他求了很久 有刚刚哈利讲说 他已经求了好几十年了 不是只有好几年了 好 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 为弟兄姐年轻的夫妻 他们想要有小孩的 一直帮他们求 帮他们为他们祷告好几年 撒加利亚他们是求了好几十年 突然间神的应许来到 那玛利亚有没有求啊 没有 他要不要求啊 在那个moment 他没有出嫁 不敢求 想都不敢想 而且如果说 他怀疑是喜事还是什么事 完蛋了 对不对 或是 OK 或是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童女 所以 他在家里的时候 天使就在说 玛利亚你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至少还没有出嫁的 这个黄花大闺女啊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 大位的位子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哇 还没有出嫁的闺女 突然间听到说你要怀孕 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玛利亚 吓死了 除了吓死之后 你马上会有一个问题怎么办 吓死之后后面 直到后面呢 昏倒 吓死之后 有没有昏倒 然后第一句话说 Oh No 对不对 YES 还是YES 如果是你的话 今天如果是天使在里面 想说 维希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们真的还没结婚呢 你马上要怀孕 那你怎么说 Oh No 你如果妈妈妈 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的问题就很大了 你拖也很大 不是只有肚子很大 你拖也很大 你还没结婚 你还这样 到时候人家看到你大肚子怎么办 可是玛利亚怎么回应 她说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回应 跟刚刚那个萨加利亚的回应 这英文说 How this How should this be done 跟刚刚那个 How shall I know this 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 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一个 shall 一个 shall 一个 will 还有呢 一个相信 一个不相信 还有呢 一个已经完成 一个还在信心中 还在一个信心的一个struggle当中 还是怎么样 好我们来 OK 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突破的关卡 我们稍微候一下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到这边来 句话的回应 是不是有相当的不一样 那么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 关卡要突破 我不晓得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关卡 是什么 对萨加利亚来讲 对玛丽亚来讲 另一个事情 是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是不是 同意吗 同不同意 同意 为什么 这个是他们生命当中的关卡 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关卡 需要突破了 有一些关卡 都在哪里的 你知道吗 先从这个 有些时候 我们一直求 一直求 求了半天得不到的 那个时候 你那时候的心情 跟那个时候 神希望你能够 在那个时候 要有的态度 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但是同样 在这个落差当中 也是上帝 要把我们生命 带到另外一个境界的 一个突破点 同意吗 同意 有没有人念爱的时候 是单念的 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追念的女孩子 一直想要追追追追 那一直想要 哦 白天夜晚 哦 朝思梦想 晚上还睡不着 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 可是那个女的就 不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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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她来电 那就是跟她保持距离 那就是之后 我们只是好朋友最多 我们只是同学 最多 慢慢换她 就不理她了 哦 那个要 要不到 那个痛不痛苦 痛不痛苦 痛不痛苦 你如果要一个孩子 一直要不到 会不会痛苦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我要老婆一直 顺服我 一直就不顺服 痛不痛苦 你想一想 痛不痛苦 我觉得你老公 一直爱你 一直爱你 她就是 不爱 对不对 木头人 她怎么爱人 对 而且她唱诗 她唱得很好 最后一首歌 我爱你 她唱得很好 在上面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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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 怎么会这么不make sense 对主唱 天上有谁呢 在地上也没有所爱的 哎呀 我就不晓得这个 反正你想求 你想要 要不到 我想这是生命的关卡 是 生命的关卡 要突破 另外一个呢 爱别离 你很爱的 或是你想 你已经有了 却要跟我们分开 你想想看 当你生命中 亲爱的人 跟我们分离的时候 那种痛 那种痛 但是在那个时候 怎么样能够突破你 那个时候的关卡 这是另外一个 再另外一个是 愿赞会 I'm welcome sovereign 很多东西你不想要的 偏偏来到你生命当中 你不想要的 这个人为什么一直 勾勾钉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 很多你不想要的东西 在你生命当中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当你不想要 它偏偏在你生命当中 很多生命的 病痛 失业 很多这种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发生的事情 我不想要 可是偏偏 为什么能到 那在这个时候 神让我们 要突破 直到这个突破之后 你就领受那个神 从那边天上来的祝福 好 你们想撒加利亚是哪一个 撒加利亚 我们是四代瓜 对 我们这是一个journal 撒加利亚是哪一个 求不得 后来到最后是什么 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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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放弃希望了 心心就没有了 已经没有信了 我们说信 已至已信 因信已至已信 而信心就是信靠 一直信靠 是一生一世的功夫 有些时候 心心就没有 放弃了 失望 那玛利亚呢 是哪一个 验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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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自己错了 不是连回吗 对不起 对 约会的回 这个是 很不喜欢跟和尚 一起在一起的 对不起 答错了 谢谢 谢谢文教授 谢谢 这四位对处 你们要好好看才知道 要考虑你们有没有专心 OK OK 也很痛苦 有些时候碰到有一些 真的是失去你所爱的 失去你所爱的 你拥有的 有些时候 儿女真的是 青少女的时候 突然 我上了大学 突然就整个 就变了一个人 已经不是他们 就这样 get lost 你以前的天使不见了 有一些人在等候 儿女信主 就这样 还有可能信主 离了很远 一直没有回头 一直没有回头 有些人说失业就垮了 有些人失业症就垮了 垮了 他们就失去 他们原来 觉得是最重要的 他们所拥有的 他们失去的 所以第二个 爱别离 也有很多人 有这方面的 生命当中的 这种的关卡 很难度过 OK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讲 撒加利亚跟玛利亚 你教育 好 这个 玛利亚跟撒加利亚 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她有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 对 她是有点惊奇 surprise 但是很快 她说 But how do you make it happen? 你怎么让她能够成就呢? 那右边的话是讲 How can I know this? OK 都是什么 一个是爱 就是说 以我为中心 你凭什么证明 你怎么让我幸福 你怎么让我相信 会有这种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能发生呢? 所以她 这个地方是I center 前面就是说 很惊讶 上帝怎么样来 把这个事情能够成就 How shall How will this be done? How shall Lord make this happen? 所以你看 这两个的重心就不一样 Center是不一样 另外一个 你看到她的整个态度 她是 玛利亚是那种 她相信知道 神要成就一件事情 只是她不明白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成就法 因为她明明还没有出家 不可能生孩子 那今天天使 既然想说 你要生一个孩子 她是想说 怎么可能这个事情会发生 然后这件事情 到底要怎么成就 所以她那个focus 其实她是一个 很surprise的一种attitude 然后 萨迦利亚呢 她是questioning 所以她是不是 她不相信 会有这种事情 发生在她身上 因为她年纪已经大了 所以一个是性儿压抑 另外一个是不信 然后呢 其实同一个从女 其实是 按照logical上面来讲 你想想看 萨迦利亚是一个祭司 她的一生都在服侍神 对不对 她一生都在服侍神 所以 萨迦利亚其实是一个很年轻 没有出嫁的姑娘 以她们两个的年纪 跟她们跟主之间的关心 你想谁 对神的认识会比较清楚 一个82岁 一个28岁 属灵生命 谁会比较好 谁会比较亲近神 你觉得28岁跟28岁 跟48岁 28加82的你就是100 那其实命令 她待在的时候觉得还不 照道理这个 萨迦利亚的属灵 是不是难道不知道天使吗 那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事情吗 她难道不知道吗 对 100岁都可以生了 怎么可能在80岁 为什么不能生呢 可是她是不信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都以为说 我信主的时间比较久 或是我比较属灵 其实很多事情上 我可能更了解神的心意 或是更讨神的喜悦 可是有些时候反而不一定 有些时候反而不一定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说 按照道理来讲 我们跟神的关系 比较close的时候 其实 萨迦利亚刚刚前面 对萨迦利亚整个一生 她跟以利撒伯 他们一生的common 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指责的 他们对神念念 其实是义人的 但是在这件事上 也就是说 不管你属灵上面 多么的strong 在每一时每一刻 神在你生命当中 发生的事情 每一时每一刻 我们的心 真的就是要focus 在主身上 什么时候 你一不小心focus 到你自己人的身上的时候 马上就不一样了 好 我觉得这个 好像有很多生命的成长 属灵生命的成长 好像是在结婚之后 因为被磨难 被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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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磨 切磋 折 折磨 有些太太晚上说 一点都还在折磨 她说是先生 一定要讲完 才能够睡着 有些是先生折磨太多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对 一个还没有出嫁 彼此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真的是 所以我在想说 还没有出嫁的 还没有成家 还没有出嫁的 好 有些时候我想说 可能会比较 不是那么spiritual mature 他们都还没结婚 都会被磨难 还没有被折磨过 可是不见得 不见得 从这件事情来说 属灵的体会 跟亲近神的这种经历 在某一些事情上 不一定是因为你年纪大 不一定因为你属灵的未婚高 你就更亲近神未必 所以呢 我就跟我女儿讲说 I think you are right 跟我儿子讲 you are right 很多地方 你们两个的 比我们两个的 这个洞察 更加的清楚 而且 他们就还 这个是大学生而已 他们就觉得 那你这样讲 可能是符合圣经里面的真理 我们要承认了 我们要承认了 OK 这是因为我们要突破 我们年长的要突破 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一个是以神为中心 一个是以我为中心 好 另外一个就是 他回应的方式 讲的话 一个是用提问 一个是用质问 好 两个的态度是不一样 好 那最后呢 天使怎么说 你看这是天使 最后面的一个注脚 玛利亚就说 玛利亚有点说 这事情怎么成就呢 那这个天使党就跟他讲说 well 这个 这是玛利亚说 May it be don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是玛利亚说的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 对 天使先回答说 圣灵 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 至高的能力要应聘你 ok 那么 况且 你的天妻 伊利莎佛 已经有了 这个 已经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那么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 不大有能力 玛利亚就说 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servant May it be done to me May it be done to me ok 然后呢 在 撒迦利亚这边呢 是天使说 到时候 这句话一定要应验 ok 只是因为你不信 所以你不能讲话 一直到这个事情应验 所以 你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是 这个事情不管你信不信 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ok 好 其实在 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你听一下 好 我补充一下 神的话一定成就 如果是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 神说有就有 只是timing没有到而已 只是timing没有到而已 那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 两件事情都成就了 在那个moment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不管你信或不信 上帝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 哪一天时候满足的时候 就可以成就 这是上帝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 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这一辈子 永远没有成就 which is possible 可能到我们这个 见主面的时候 才明白那个意思 以赛尔书55章 那几句经文是非常的棒 当趁着耶和华 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当趁着耶和华 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啥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凉 我的口所出的话语也必然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在成就我喜悦的事上 在我所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我口所出的话语必如此说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好 所以我想这个 依然我们在 我们在生命当中 会有很多的关关卡卡 我们的信仰会受到挑战 我们会有不幸 我们有怀疑 我们有失望 我们甚至于到一个地步 会有绝望的地步 我们甚至于会有 整个是受很多伤 但是上帝的话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 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那么在突破的见证上 当然很多很多 我就想到几个例子 摩西的三个四十年 大家很熟 对不对 摩西的前四十年是怎么样 哦 非常的辉煌 那么他在埃及的皇宫里头 那么学了所有一切的学问 那么大有能力 位高 在那边 那等于是什么东西都能 都可以 一直到他 他是一个我能的阶段 前面四十岁 对摩西来讲 他是这个意气风发 那么我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 那等到他呢 这个主持公义的时候 杀了这个 把那个 这个犹太人 埃及人打死的时候 就开始逃亡了 那个 到旷野去的时候 呀 皇老要杀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跑了 他进入了第二十个四十年 一直到八十岁 在旷野里头 四十年 我们说他什么都什么 不能 他的功夫全什么 废了 他的功夫全废了 所以那是另外一个隐藏企业 或者是自卑企业 或者是无用企业 也好 可是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呢 从能 一直到不能 一直到最后八十岁的时候呢 上帝就差遣他到这个埃及去拯救 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他说我算什么 我怎么能 走口笨蛇 我讲话都讲不清楚 可是上帝就这样使用他 使用他 所以靠神救能 OK我们是不能的 但是如果神说可以 那我们还有可能做一点的事情 那对摩西来讲 他生命里头有一些的阶段 他有相当的突破 有相当的突破 戴德森有几句话 内地位的创办人戴德森 他们有几句话 他整个信仰的旅程当中 用了几句话来代表他生命的一个历练 他刚开始年轻的时候 他说他呢 大有这个心志 要为主图摩大势抢救百万灵魂 好像是这样的 那他就问上帝说 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要为你图摩大势 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那这个是他的 可能是第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 他稍微把它区分一下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 到时候慢慢说 他觉得我不能老实说 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I I I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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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以我为中心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是大有能力的 那么后来就变成怎样 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主啊你要我为你做 不是吗 如果你比较谦虚的到一个 Mini姐我看你好忙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类似这样 温教授你要不要我 我帮你提醒你 我看你好忙哦 你的脚中这个 Yeah 这个传福音 这个脚中这个 加美 哇 那我在想对大德神来讲 第二个阶段 他问神 神啊你要我为什么 为你做什么 放下了蛮多的我 到最后一个生命的这个 阶段的时候 末期的时候他说什么 到最后的时候 神怎么都不用我 神有些时候要我做这个 有些时候把我冰起来 冷冻起来 冰起来 第三个阶段他就讲说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 你甚至如果你不要我做什么 只要你的旨意成就就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戴德神他在生命当中 有很多突破的关卡 每一个突破的关卡 他到另外一个 更讨神喜悦的一个地方去 那另外在彼得 他生命当中 这个我们就更熟了 圣经面到处很在 特别在新约以后 就有很多很多彼得 他生命当中的见证 是他属灵生命的突破 哇 彼得是我感触最深的 彼得也许有很多人 对彼得的感触很深 他这个 年轻有违 说话有快 都是这个头一个 在门徒当中 头一个说话 他这个好像是带领者 等等等等 但你如果看彼得的一生 你会发现 哇 有好多生命的功课 生命的突破 有好多 那我们就简单讲一次 我觉得这个彼得 就跟随耶稣 耶稣附到彼得 来跟随他的时候 那刚开始的时候 他大概 跟随耶稣 大概是 大概想说耶稣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 他讲的 哇 道理是这么好 人生的哲理 很多丰富的学问 他跟随他 他称呼他为夫子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 那有一次呢 在打鱼的时候 整个晚上在打鱼不是 打不着什么吗 整夜劳苦 打不着任何的鱼吗 那么耶稣来 就跟他讲说 哦 你把网撒下去 在那个位置 在那个地方 你把网撒下去 那个彼得是遗夫啊 他大有经验啊 他从事说 我都已经搞了一个晚上 都搞不到了 怎么你叫我撒网在这里 就能够捞着什么鱼呢 他就不太相信 可是 不过 因为你说的话 不过因为你说的话 那我就下网 因为你说的话 我相信 我就愿意 我就下网 就捞到许多许多的鱼 所以前辈那个地方呢 就是讲夫子 我们一整夜劳碌 打不着什么鱼 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 跪的 说是主啊 离开我 我不配 我是一个罪人 所以是从夫子到主 从夫子到主 生命的一个突破 因为他看到上帝 跟他行的一个神迹 我在想那个是 他印象深刻 一辈子大概不会忘了 一直到整个耶稣 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复活的时候 三次 不认识 他跟随耶稣 他也否认耶稣 他也否认耶稣 到了耶稣复活的时候 再重新 在那个地方 在这个 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 再跟他 重新再跟他 带到那个 他的old place 他以前他跌倒的地方 他经历过神的地方 他复兴他 他说你喂养我的养 你喂养我的养 你喂养我的养 所以耶稣是对他 不断的激励 也原谅他 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然后来复兴他 所以我在想对彼得来讲 他有很多 很多生命的突破 我想另外在那个 教会时期 在那个时候 你们还记得 这个彼得一方面 他是 犹太人 对不对 犹太人一般人 不跟外邦人在一起了 你们记得彼得 领受异象的时候 那个时候吗 他住在那个 小米将西门的家里 有没有 那时候他在 他在祷告的时候 神给他一个异象 有这种 天上下来的一些食物 叫他吃 对他肚子饿了 然后他就说 这些他说 这些都不洁净的东西 我不能吃 可是神跟他讲说 只要神洁净的 没有什么是不洁净的 结果后来刚好 然后戈里牛就请他 到外邦人家里 然后跟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他最后在 《使徒行论》 第十章的三四节里面 比如说 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是为主 为主所悦纳 神借着耶稣基督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个道 传给以色列人 但同时也传给外邦人 所以 这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属灵经历上面的一个突破 所以你从彼得的生命当中 你看得出来 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 都带给他一些属灵生命的突破 那接下来就要问了 你跟我在生命当中 有没有什么突破呢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像类似像这样的经历 有些事情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都有一些critical的转捩点 都有一些很重大的突破点 比如说你信主啊 比如说你结婚啊 比如说你 你 考上大学啊 或者什么 都是有 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些小小的事情 也是可以 或是 有没有哪一些 在你的属灵生命上面 带给你很大的冲击 带给你一个突破呢 我想我每个人生命都有 不管你跟主 跟谁主有多少年 可能是by stage 或by event 可能有一些人比较清楚 可以有一些阶段 有一些阶段 我大概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那是我生命的一个突破 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或是你结婚的时候等等 所以有一些是by stage 然后by event 都有 我自己可以讲很多 可以分享 其中有一个就是五十岁 五十岁的时候真的是 哇 对我来讲是整个一生当中是 水 几乎是 几乎是一个highline 我觉得是highline 那我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岁了 我就我的highline就没有了 我还是有那个highline 因为我经常回去做那个美梦 我四十五岁的时候 我就听了一位长辈的信息 他就讲说 哦 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快六十岁了 他就讲说 我一生他在牧会 牧会后来他走出教会 然后在社会 做福音 育工的工作 那他也写了很多书 做了很多的见证 那他其中讲说 他是五十岁 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 对他来讲 我四十五岁就听到这句话 哇 我就抓住那个 我已经四十五 他什么说呢 他说你四十岁的时候 四十几岁的时候呢 好像要熟或不熟 你知道又熟又不熟 你知道吗 要熟不熟的样子 好像很棒 好像是一塌糊涂 就算那个什么 青涩 没有好吃 看起来好吃吃不下去 好像什么 原来四十岁是你的青涩的年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讲说他五十七岁 他的服饰就真的是要很稳健 因为他四十多的时候 他觉得说 有很多人际关系 有很多事情的料理啊 处理啊都不是那么的完转 完美 但是发现他五十岁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需要 你会有一个突破 那他就比较稳健 他觉得是五十岁 所以他 其实他兴起在鼓励 Early Retire 五十岁的人 通过要Retire 来这个服侍神 大概是类似这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 我四十五岁的时候 我听到很高兴 好 我就很高兴 我很幸福幸福 人家四十五岁等到五十岁耶 睡到五十岁过生 他们就把我丢到游泳池去 Anyway 五十岁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是 是一个纪念的一个阶段 纪念的阶段 我不能再像以前了 我不能再像以前 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需要想一想 上帝要不要我这样做 上帝要不要我动 上帝叫你不要乱动 你就不要乱动 你就安稳的在那里 上帝叫你去 那你就去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 挑战去 那你又心里面有肉体的软弱 你要去 那你又要去 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 这是我其中的一个 生命的突破点 所以说我有一些领会 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线 也就是说我们从以前 过去到现在 我们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有些是我们很喜的 是正面的 这条线上面 是一些很正面的 是你很喜欢的 但是同样也带给你 生命上面的一些突破 那下面的这些 有一次可能是 你不是很愿意 看到它发生的 可是 像沙加利亚 或是像玛利亚 或什么 玛利亚的上面 玛利亚上面 OK 但是同样能够带给你 属灵上面一些突破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练习 来画这种属灵的生命线 那刚刚Harry 在讲说他50岁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一个 观念上面 突然间的一个突破 受到一个属灵长辈的启发 让他的视野上面有一个突破 让他在对人生的一些定位上面 他有一个突破 那这个是一个大方向性 那对我来讲呢 有些时候 我就是有些 也就是突然间一种领会 突然间一种领会 那因为我们两个 都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 我在他的律师事务所上班 那从一开始 他的办公室一开始day one 一直到现在 二十几年了 那我早期我的想法是 我很想出去外面 自由自在 我做很多事情 我要去写文章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可是一天到晚帮我帮在 绑在一个办公室 一天到晚跟你混在一起 有什么好混的呢 然后我常常要 我们两个每天 卡扑上班 我会想说 我什么时候 我不要跟你一起 卡扑上班 给我一点自由的空间 所以我为了 有一次我们为了说 要两个人分开 一个人一部车 我换那部车 我换了好久好久 但是 常常有些时候 我就会想说 上帝啊 你怎么把我绑在这里呢 可是突然间 我突然间有一次 突然间有一个 一个 我在属灵的上面 有一个突破点 突然有一次突然间 我发现 我觉得 其实他办公室 其实我在办公室 没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都是很小的事情 我最近有天突然间 我在想说 其实他这些事情 都不一定要我做啊 他可以找秘书帮他做啊 他可以有什么 谁帮他做啊 谁都谁是谁 办公室的案子也不一定 他有其他的律师在帮他做 不一定要我帮他做啊 打个电话给客人 然后准备一些表格 或者是做一个research 什么 有很多人都可以帮他做啊 他为什么每次都要找我 有时候他觉得他很烦 可是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觉得说 他要我帮他做 其实他是把这样一个工作 specialy reserve 给我 you know 等于说有一些事情 他specialy reserve 给我 让我可以帮他做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privilege 那在那个时候 我突然间这样一闪 那我那个心态就完全就 就不一样了 以前我是常常很complain的 然后我常常觉得被束缚的 可是突然间后来我就觉得 我就跟神说神啊 我谢谢你 因为我的先生把我看得那么宝贝 他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其实在他心目当中 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留给我 specialy reserve for me 那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恩 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跟他一起copper上班 我就不再complain 好 相信那是上帝的美意 你要跟我绑在一起 不准跑 不准乱跑 他也说你看我这么爱你 一天24小时都跟你在一起 我就说哦主啊 你赶快帮我 给我一点空间 我刚刚录掉一句经文 我想要讲 这是50岁的生日 因为时候不多了 人生已经下半场了 对不对 人生已经下半场 然后已经半白了 OK 所以事实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关键 上帝给我一句话 那么就是说 最后end end of the book end of the book before 启示录 我不敢讲启示录 end of the book 是犹太书 有启示录之前 那么新约的最后一卷书 是犹大书 犹大书最后一句话说 要保守你 要保守你们 不失脚 叫你们可以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的面前 OK 所以要我所领受的 要注意 要听 OK 这是上帝给我的信息 他说你要保守你自己 不要失脚 要保守你自己 不要失脚 要无瑕无痴的 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的面前 在荣耀的神的面前服侍他 那这个是我五十岁的时候领受的一个好多经文 这是其中一次很棒 那当中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有些是welcome的 有些是unwelcome的 那不管这些人 不管这些事情 对只要你focus在神的身上 他都会带给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有吗 你有吗 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突破的阶段 或者是哪一些事情呢 或者是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经历 生命当中一些突破的关卡 那这些关卡 一旦你突破了之后 绝对给你生命当中带来很大的祝福 有没有 虽然这个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 不一定是很comfortable的 不一定是很pleasant的 不一定是很好受的 但是 只要你能够突破 那我想我们 给大家有点分享 跟祷告的时间 每三四个一组